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內容叫做 連續週期坡 這裡有個繩子 你的手去抖一次 抖一次,震動一次 就會產生一個坡 兩次就兩個坡 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就有連續的坡,叫做連續週期坡 原則上我們國中考慮 就是考慮連續週期坡 面量就會少掉一些 叫連續週期坡 一直考慮走,很多很多的坡 叫連續週期坡 然後就弄懂一些名詞 是什麼意思 坡遠 坡開始的地方 再來就是你手太抖的地方 那叫做所謂的坡遠 開始產生腦洞的地方 叫做坡遠 坡崩,最高點叫做坡崩 從平衡位置到達最高點 最高點叫做坡崩 最高點叫坡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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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上面有顯示給你看 最高點叫坡崩 最高點叫坡崩 就是兩條亮紋或兩條暗紋的距離 會容易看翻長 如果你要講這個中間到下個中間也可以 所以兩個相對應的位置 相鄰兩個相對應的位置 叫做坡長 然後一個坡長的坡 叫做所謂的全坡 坡長坡崩到坡崩 或者是坡崩 或者是說相鄰兩個相對位置 就是一個坡長 再來就是政府 政府就是平衡點到坡崩 或者平衡點到坡崩 從平衡點到最高或者最低的地方 那叫做所謂的政府 所以像右邊這邊所給你畫的 右邊這邊畫給你看的 這個叫做所謂的政府 不是這一段 不是這一段 這個是兩倍的政府 這不是這一段 這是重點 不是這一段 OK 那麼 政府代表它能量的大小 政府越大就代表能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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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 要記得 政府跟能量有關 政府越大就代表能量是越大的 能量是越大的 再來就是周期跟頻率 這是一個重點 周期就是來回一次所需要的時間 叫做政府 通常用P 各種會用T來表示 P來表示 頻率就是一秒鐘會有幾次 一秒鐘會有幾次 我們寫說F 一個是一次要幾秒 一個是一秒有幾次 一個是一秒有幾次 所以有一個重要的發音音叫做 兩者互為倒數 意思就是說以後考卷上 如果告訴我周期 就等於告訴我頻率 告訴我頻率 就等於告訴我周期 因為兩個互為倒數 一個是一次要幾秒 一個是一秒有幾次 所以兩個互為倒數相乘等於一 這是一個重要 要記住 要拿來用的觀念 拿來用的觀念 那麼就是我上課跟你講過的 用來判斷很多事情 解決很多題目的時候 你需要想得的事情 你要記住它 藉此振動一次 歷時一個周期 產生一個全波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正 藉此振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 歷時一個周期 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正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我們在當初上課的時候 做過很多題目 都需要用到這件事情 所以請你記住 也因為這個觀念 我就曉得 波數應該怎麼算 因為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 走多長的距離 剛才已經跟你講過了 一個周期走一個波長 所以就是t分之爛打 t就是周期 爛打就是波長 花一個周期會走一個波長 所以波數公式就是v等於t分之爛打 然後就變成f乘以爛打 為什麼會變成f乘以爛打 因為周期跟頻率互為倒數 所以t分之爛打 所以會變成f乘以爛打 所以從你如果能夠記住 剛才跟你講過的 藉此振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歷時 一個周期前進一個波長 上下四個正 你就很自然的就會曉得 波數公式應該長成這樣 波數那這樣 因為你跟周期會前進一個波長 t分之爛打 然後變成f乘以爛打 這是波數的公式 然後呢 就會拿來做一些計算 老師問你說 畫一張圖寫一段畫 問你周期多少 頻率多少 波數多少 不這樣算出來 波數會有多少 波數有多少 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是 波數 只跟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園的正幅跟頻率無關 總類就是你是鐵勒 還是水勒 還是空氣勒 叫做總類 狀態 你是深水勒 還是潛水勒 熱空氣勒 還是冷空氣勒 輕彈簧 還是重彈簧 叫做所謂的狀態 狀態 那麼不管 重點叫做波數只跟介質的總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園的頻率跟正幅無關 這一個水 然後呢 點一下 波數每秒10公分 方方點兩下 波數還是每秒10公分 輕輕點 波數每秒10公分 用力點 波數每秒10公分 跟波園的正幅跟頻率無關 那麼下面是舉一些例子 熱空氣啊 緊彈簧啊 深水啊 細繩啊 傳波比較快 重點是熱空氣 傳深波比較快 這是我們後面要教的 深水傳波快 原則上國中不教 但是前兩年不知道為什麼 在同學考 複習考的時候 出了好多題目 都用到這個觀念 深水傳波比較快 不過原則上這個是國中沒有教的 但是前兩年不知道為什麼 考了很多題這個東西 那你了解就好 所以重點 是我當然第一個是了解各個名詞 什麼叫做週期 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波長 什麼叫正幅 第二個 記得我跟你講過的話 介質震動一次 產生一個全波前進一個波長 歷史一個週期 上下四個政府 然後就有波數的公式 重點在波數值跟介質的種類 及狀態有關 跟波元的頻率跟政府無關 就是你要了解的事情 OK嗎 OK